繼上一次簡單介紹過重製版珍珠鑽石 今次將會介紹一下GameFract最新作的資訊情報 上次最後說了一句 即使第二款的新作有多完美 仍然無法覆蓋重製版的黑歷史 我們可以來看看究竟新作的威力 可不可以將黑歷史的珍珠鑽石重製版完美覆蓋過去 我們儘管來看看 影片的開端顯示著Pokemon這個系列將會邁向新的時代 故事發生在遙遠的過去 當時神老地區仍然被大自然環繞著 畫面裡面的書相當古老 而書裡面記載著就是新作的背景 看來真的有一個相當古舊的年代 講述的就是 村莊會因為來往的人而非常熱鬧 而山中海裡就淒色著各種生氣勃勃的精靈 接下來應該就是遊戲的畫面 相信這個才是大家熟悉的畫面 雖然跟劍盾差不多 但總比倒退好 你可以看到主角的衣著和忍者的外裝其實十分相似 而背景也跟Pokemon珍珠鑽石的女主角小光相似 不是這個,這個只是星之卡比 再看看 這個跟劍盾的抗野地帶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實背景 終於看到第一隻精靈 就是珍珠鑽石的御三家波加曼 然後第二隻是大牙里 官方你確定這一款不是珍珠鑽石的重製版 而畫面轉到這個主角在村莊裡跑步 但我更加留意到的是 村莊裡面的房屋 竟然可以有這麼漂亮的屋 不說還以為是加勒爾地區的屋 轉眼間畫面出現了另外一個男角 看來應該就是男主角 而這個男主角是珍珠鑽石的... 不太記得這個不起眼的角色的名字 經過一番調查之後 原來是叫光輝的角色 而女角正面來看 根本就是跟小光一樣 而今次宣傳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新的捕捉方式 就是玩家可以操作角色去躲在草地上 然後瞄準精靈 丟精靈球的捕捉方式 而精靈球一樣會搖三下 如果精靈沒有出來就代表捕捉成功 而以往的捕捉方式一樣保存 可以用我方的精靈把對手削弱血量然後再捕捉 看來新作可以捕捉的精靈 其實跟珍珠鑽石差不多 有近一部的精靈也是來自神奧地區 然後我以為新作的御三家 也是珍珠鑽石那一代 波加曼、小火猴和草苗龜 但竟然錯了 新作的御三家是以火球鼠、木木梟和水水賊作為御三家 而在這個宣傳片的最後 在一片黑霧當中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就是阿爾宙斯 這個新作的名字正正就是Pokemon傳說阿爾宙斯版本 暫時值得留意的就是主角可以進行一些翻軌的動作 即是滾來滾去的動作 都可以說是一個突破 主角可以進行翻軌的動作 計算這個角度去丟精靈球和蹲下 而新的戰鬥畫面操作界面感覺上比以前更加華麗 看上去比劍盾好像相差幾個版本一樣 而今集的精靈球的樣貌其實跟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 這個版本的精靈球是用了大量的木材製作 而捕捉了精靈之後也會在頂部噴出精氣 然後這個新版本的背景設定是 不會有精靈訓練家和精靈聯盟的概念的時代 也就是說不會有人稱自己為訓練家 要成為精靈大師要挑戰聯盟 時間線是處於最原始的時代的阿爾宙斯傳說 又到了最後的時間 是時候說一下總結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裡會不會覺得這款作品可以覆蓋到黑力士的威力 我個人看對新作其實沒有很大的期待 可能是沒有看到很多元素、新元素或者突破的地方 就算看到Pokemon終於可以進行更多的動作、翻滾或者蹲下之類 都不會覺得這個改動會對回合制的遊戲有什麼改動 第二個就是擔心劍盾版本 我覺得劍盾版本其實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 精靈方面又未完整 通關了之後基本上只能玩線上的對戰 沒有其他可以玩的要素 而這個時候如果還開發新作的話 是不是真的意味著劍盾即將會結束呢? 不會投放一些資源、不會考慮投放資源、不開發新的DLC 這些的話其實我覺得Pokemon系列是一個很遺憾的事實 所以即使就算開發新的DLC 如果它沒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劍盾其實去到最後只會一直通順對戰 不斷打、不斷打、沒有其他東西玩的 我比較想看到劍盾會出現一些華麗大賽這一類 以非戰鬥為主的對戰 或者是對戰開朵區等等的要素可以玩的 而不是一個新的DLC 就是開放給大家可以使用新一批的職靈 然後一直對戰 一直對戰到死 而第三我不特別大期待這個新作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並不是一個新的地區 這個GAP也說過 它是以這個神老地區為背景 只不過它的時間線是去到最古老最原始的年代 所以其實就不算是一個新地區 至於新精靈的話 暫時以現在的資訊來看就沒有新精靈 都是用一些舊的精靈 暫時看不到 也暫時看不到新角色的面紅 因為它的主角也是在用小光 以及另一個珍珠鑽石經常會看到的角色 中文名叫光輝 就是這樣了 我的想法就是如此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或者跟我相似 或者你覺得這個遊戲很吸引你 不妨大家留言在下面